台中世界花卉博览会 今年11月3号就要开幕 国际福伦3461地区 为了响应花博GMP精神 以绿色、自然、人文为主题 2018年9月20号开始到10月7号为止 在台中市港区艺术中心中央画廊跟清水厅 举办福伦花线艺术节美展 9月22号下午的揭幕失踪 台中市政府秘书长黄锦茂 文化局副局长施崇福 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 以及许多地方人士都亲自来到现场管理 并且上台致辞 希望借由这一次的美展 带动国际美术交流跟观光发展 我们希望说我们全民 包括福伦社包括各行各业都能够来响应世界花博 让我们的美感 让我们创作 能够在民间在民众的心中来生根 让我们艺术生活化 生活艺术化 我觉得非常棒 因为整个文化需要大家一起参与 那我们非常感谢 这一次福伦花线艺术节在我们的港区艺术中心来举办 邀请所有的市民朋友一起来欣赏 国际福伦三四六一地区总监张光雄表示 2018年福伦花线艺术节美展 由台中港中区福伦社主办 还发动海线20多个福伦社单位参加 有182名画家参展 也包含艺文研席 展览活动等成果分享 张光雄表示 藉由艺术创作方式实践生活艺术化 艺术生活化的理念 提升民众参与艺术活动的意愿 国际福伦三四六一地区 也会配合台中市政府 办好2018台中花博的这场国际盛会 三四六一地区呢 为了要推广这个文艺饗宴 运动强生呢 我们办了这个发现艺术节的展览 然后呢这是由各界的这个创作者来画这个花博的这个花 以花为主题来做一个这个美术的美术的创作 中部的海线地区啊 非常配合 找了一百多位的一百八十几位的这个作家 来帮我们画这个画 所以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 能够提升我们在海线地区的这个文化素质 能够做一个我们福伦社的社区服务活动 张光雄表示 国际福伦三四六一地区 今年的主题是成为励志的领导者 活动的主轴定为文艺饗宴 运动强生 所以10月28号 还会在台中市大坑地区 举办一场大型的马拿松比赛 这次2018花线艺术节的活动 还在揭幕室中颁奖表扬 并且感谢这一次参展的所有艺术家 希望落实艺文教育的精神 提升整个社会的美术风气 打造丰富和谐又感性的大台中 记者陈文旭 萧右京台中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